其實我們倪薩的禁音禮、聖餐 都是源於同一個源頭 所以他們追溯同一個源頭 一起去紀念我們以基督為中心的晚餐 本身就是一個合一 聖宮中 天主教合一與使命委員會 3月21日在堅渡明愛公眾會堂 舉辦合一如月節晚餐 香港聖宮會教省主教長 陳歐明大主教擔任主例長老 陳永超副主教擔任主持 去年因為我們都是第一次 疫情之後發生的 所以我們都比較闖絕 但在過程中看到聖宮會和天主教 信徒或牧師、神父之間 那份交流都很愉快 大家都很開心 所以都很期望再次有這種相聚的時刻 晚餐模仿猶太人在梅室帶領下 走出埃及的過程 食羔羊 這個羔羊是耶穌基督的祖先奉獻給上主的營養 無酵餅 這個餅是我們的先祖在埃及夢神聖意 堪受贊禮的上主兜熟他們的時候 他們不夠時間等待生命發酵 及苦菜 為何要食苦菜呢 我們食苦菜是為追憶耶穌基督的先祖被埃及人虐待 雙上主使用的分數萬分的創造者 你創造了我們 保存我們 付錢我們 直到今天 我們讚美你 全場舉杯同飲 眾揚上主 今次晚餐有270多位來自聖宮中及天主教的聖職人員 及平順圖參與 兩個教會 兄弟姐妹都很開心相聚 沒有臉妨妨 我們一起去共一條窗 同一條桌 一起去分享 這個我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我們想今次再來一次 在天主教的地方 由聖宮的大主教去祝禮 上次我祝禮